万众期待新组效益系列布衣套装 再次隆重登场 哈喽哈喽这里是林子哦 继续带大家看看 Let's go 先前我们已经为大家带来的是 福中骑士兰斯洛策 他的布衣套装充满了欧式与科技风格 福中骑士批封套装也是管售大家的好评呀 对啊对啊 动作骑士可是爱不释手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说到了呢 把帅气踢在弹幕上 而在福中骑士之前已到来的三台机甲 已经起不可耐了 相信喜欢的小伙伴早已入手这三台机甲了吧 说起这三台机甲 他们的名字也都代表着他们各自的精神内核 武田信贤因认甲匪首 并且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被称为甲匪猪 一大正宗又名便是樊庭丸 可武田信贤被称为日本战国十大武将 武城侯丸简与白起 李牧连波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不过灵灵子还是期待漫画中推出那八卦八名 极具神秘色彩的那八台武将机甲 吉吉吉都是历史上相当有名的武将 你就是我的MASTA吗 更适合中国宝宝敌制的废的大战 先前我们已经突破了一波 不少玩家也是相当期待 引名字这就给大家唯吻的导篮 甲斐之虎 凡天王 看上 首先最早登场的 自然是甲斐之虎以及凡天王这一对机甲 异红 异蓝 自古红蓝 出CP 这两台都是日式武将机甲 这时候就要提到日本战国时期 一种独特的服装了 与之 男性与之 自之分时代以来 战国武将将在战场上为了返寒 在铠甲外面套上正与之 因为其使用便利性 所以很快就成了日常装 那甲斐之虎和凡天王 作为日本战国武将造型的机甲 那自然少不了正与之了 甲斐之虎 武田信玄 率先参善 加入战场 甲斐之虎的卷面 按照已知的形式 红色与金色 这也是甲斐之虎本身搭配的颜色 两边还有金色的黄扣 与红色的流苏 这些披在身上 自由垂下 甲斐之虎的背后 是武田信玄的家徽 由四个菱形组合而成 封称为 武田林 从一台神运台甲的袖子上的 哥林浮案而来 在武田林之中 还书写着 风 灵 火 山 四个大字 这源自于孙子兵法中的四具战斗精神 武田信玄将这四只画做成了旗帜 并贯彻到了修身 齐家 治国 用功当中 风 灵 火 山 最终成了武田信玄的代名词 底部则是刻有汹涌的浪花 是不是有胡氏会那味了 甲斐之虎本身已经有机械裙甲了 所以我们只是采用同样的海浪櫻花 来遮挡住空白的地方 这算是弥补了一点群甲遮蔽不到的空白区域 整体搭配起来非常有武田信玄的精气神 不愧是日本战国时期战神 好 很有精神 讲完了甲斐之虎 凡天王在旁边可是等不及了 凡天王 伊达郑宗 参上 紧随其后加入战场 凡天王的雨局采用了带有暗纹的蓝色梨花 正面是银色的黄扣 与蓝色的流苏 黄扣上还有一条黄色的三股绳 连接到背后 顺势来到凡天王的雨局背后 印有伊达郑宗 伊达室的嘉辉 直内二飞雀 足指包含着两只飞雀 从战山家继承而来 这是伊达直中时期 世俗将儿子伊达十元 宋月后成为战山家严祖时获得 底下则是一条金色团旋龙纹 人称古眼龙正宗 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而凡天王的裙甲样式和甲斐之虎的一样 采用的则是凡天王独有的蓝色提花布 整体搭配起来 伊达正宗不愧是日本最后的战国大名 一虎一龙 五霄龙银 机械战甲与布衣套砖的完美结合 一红一蓝 两种女只 速射着日本战国百余年的风云末幻 隐藏在深处的神秘身影 武城侯 秦国大将军王俭 戴尸而动 登场 说起这秦始皇最胜任的武将 那是横扫三计 公也出国 平定叛乱 铲除铝室 而在先祖效应中 以王俭为精神内核制作的武城侯 属于远程战斗型机甲 能量炮和奔选器应有尽有 但似乎 真是风格略少啊 嗯 哪来的中式风格 我们给武城侯搭配的是 外黑内红的巨型披风与裙甲 但主要还是以科技机甲的风格为主 已经还要搭配机甲本身的固有元素 所以没有搭配过多的中式风格 但其实仔细看下来 由于是科技机甲 那自然少不了科技元素 披风与裙甲之上若隐若现的黑死风窝状 有种科技甲护盾展开的感觉 再加上巨型可动披风 不仅遮住自己可到护盾 也可肆意飘零 展现无向的英姿洒爽 先组效应四套风格各异的机甲 现已机械完毕 大家更喜欢哪款机甲部一套装呢 发表你的谈法吧 零零子也是相当期待后续工作的机甲 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吧 记得一键三连这次一定哦 这里是零零子 这里是五朝蛋蛋短造骑士了 那我们下期变形短造再会吧 拜拜